柯建民总招不是说 我们说的什么内阁字是做不到的 是骗局嘛 结果发现原来他2015年 自己提了案 然后自己是个大骗子 如果我们说的是骗局 那这么多政治人物还在讲 那他们什么都不做 难道他们不知道修宪门槛有问题吗 可是所有的人都是 在野的时候就说内阁字比较 一当了总统就发现 这个抹戒实在是脱不下 行使葛魁同意权 隔员经过立法院听证后任命 这个大家说 这个宪法没有规定 就是因为他们修宪的时候 把它拿掉 在中华民国宪法立宪的 那时候其实是双首长制 这个双首长的总统 要到国民大会报告 行政院长要到受立法院质询 所以他是一个行政首长制 但是后来修宪之后 没有了国民大会 所以总统不用报告 连行政院长也不用经过 国会同意 所以造成了 他就成为了所谓的幕僚长 所以变成是现在叫做完全有权无责的总统 他随时可以换掉行政院长 不需要经过立法院 所以新的民意也对他没责 那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 柯文哲愿意 他愿意 他当了总统 他等于限收自己的权利了 限收自己的权利 不只是说没有像这个一般人权利很大 然后不接受监督 他就把自己的权利要放出来 我愿意提名一个 民意代表支持的行政院长 第二个我任命的任何的部会首长到各委员会 要经过听证 就是你是谁 你要做什么 你为了计划是什么 有一个hearing 就是有点像 我听听你要做什么 至少让国会能够参与了解到你这个人 你是把总统的权限还给人民 还给立法跟人民的 是的 是这个意思 柯建民总招不是说我们说的什么内阁制是做不到的 是骗局嘛 就发现原来他2015年自己提了案 然后自己是个大骗子 第二个就是这么多的政治人物 如果我们说的是骗局 那这么多政治人物他在讲什么 然后第三个 那他们什么都不做 难道他们不知道修宪门槛有问题吗 就是对的事情大家一起做就会做得成 可是所有的人都是 在野的时候就说那个是比较好 一当了总统就发现这个魔戒实在是脱不下来 台湾已经很久没有人去谈宪政体制了 是 那现在阿伯艳律回过来 我是建议说其他的两个候选人三个候选人 你们应该也要好好去看待这一块 因为这是整个台湾永续发展 整个国家长治久安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常常在想说 大家就说最近怎么要 怎么下架民进党蓝白盒什么什么的 很简单 这个才是国家体制 这个才是选总统人要说清楚的事 最重要是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 未来必须要走的方向 这是我们大家未来的共同未来 而不是只是你跟我分什么位置 然后再讲一次 不是个人权位或个人政党利益 重点是国家长治久安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 大家都认为是对的 是重要的没有人做